地区 其實是剛才阿貓的 為甚麼你今天 要約我阿貓做甚麼 我沒有錢買畫的 我們不能去買畫 來吸收藝術的氣息 你平時有畫開畫嗎 小一點 小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今天會有個大師 教你如何畫畫 如何欣賞這幅畫 學習柔畫是絕對不難的 讓我介紹朋友給你認識 有請我們的Bernard大師 柔畫大師級 你好 你好,Bernard 我們又見面了 這位就是我們的柔畫大師 可以訪問他 究竟柔畫應該不難學 是否所有人都學得 究竟柔畫 其實是有很多學的 很多人 如果有畫 其實我們有兩種形式可以玩 有一種就是 你來學習 我們就教了 另外一種就是 你們來到 我們也有做的 就是開派對 是嗎 一班人可以試試 感受一下玩藝術的形式 雖然是藝術的 但我們也會比較有示範 可以那邊試試 好,因為很多都是學生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 我都要學到這樣的程度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出發 聽教我們就好了 好 我們學甚麼照片 藍色 畫天空有紅 有白 我們試試藍色 好 畫最重要 就是有三種光源 你要知道 就是暗位 中間位 以及風光位 剛才我教你做甚麼 記得嗎 叫做甚麼 漸邊 對,再一隻藍色 有的藍色在那裡 混一些白色 記住,藍色摺下去 我們在第三區那裡混 永遠混合一隻顏色 才能混進去 我們剛剛好 將它在界面 兩位都可以一起試試 好嗎 好嗎 好 那我們過來這邊 我們將這些深色 將這些深色再關心 如果我畫出來 太陽是正方的深色 這些是正方的 大師 不虧 我真的很怕 對,有一個方法 一壓下去之後 就把水股放進去 然後把水股放進去 然後轉彎 轉彎 看到我 不是那個小時間 發光 菇花、菇花、四季 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 我們的製成品已出現了 民民覺得這次好玩嗎 好玩呀 好玩呢 如果大家一起想玩遊畫的話 歡迎上我們的藝術館報名吧